好 那么第二 part 是什么呢 我既然已经知道了 我在硬件上做 Retracing 非常的快 对吧 那接下来我就要做个事情 就是我要把这些光子注入到这个世界 对不对 然后呢 我把这个世界先获得直接的第一次光照的结果 然后我据它 我就可以算我的第二次光照结果 但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了 但是呢 一般讲Lumen的时候呢 很多人一上来就讲什么 Screenspace Pro 对吧 讲了这个怎么采样啊 怎么点 反正我看到那一 part 我就晕掉了 我说我大概知道你在讲什么 但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老哥你不是应该先把光打进去吗 对不对 你会发现他讲到最后的时候 会给你讲一讲光是怎么打进去的 但是呢 我们这节课反过来讲 说光是怎么打进去的 那实际上啊 就是在这个Lumen里面 他搞了一套非常特殊的东西 叫做Mesh Card 我先不讲Mesh Card的这个细节 我先讲他这个 我们到底要解决什么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算全局光照的时候 其实从光的视角 我们去照亮整个世界的时候 其实整个世界里面 无论你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Pixel 它实际上都会被这个光给照亮 对吧 那么这些每一个被照亮的 照亮的这个物体表面 我们叫做比如说叫Fisit 小表面嘛 它实际上呢 都是会我的这个Gi的一个贡献者 就是我的光源之一 但是呢 我们有个困难就是说 这么复杂的场景 对吧 很可能是一个 我现在看不见的一个石头的表面 被光打照了 它都照到我了 那你用RSM的话呢 你实际上就是用光的方向 投了一个投影 但是呢 RSM的话呢 你只能作为一个East Bouncing 对吧 它很多地方 它是有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局限性 而且呢 就是说 这个表面上的话 很多复杂的几何的细节 我们都不知道 那么在Lumen里面 它提了一个什么方法呢 它想了一个方法 就是场景里所有的物体 我给它拍了一个快照 但这个快照拍的方法呢 其实是以相机精度 相机的位置为LOD的 就是说 我靠近我相机 占领我 离我的相机的位置 比较近的这个物体 我会给你的分辨率 会高一点 然后呢 相机远移的物体 我会比较低一点 但是呢 我从六个角度拍你的快照 就是说拍什么快照 就是你被光照亮的样子 因为我并不知道 这些光经过East Bouncing East Bouncing 到底是你天顶上的东西 照亮的东西呢 还是你这边侧面的东西 还是这边侧面 也许我看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以我这个比为例 你真正 我眼睛看到的 就是这一个面 对不对 但是呢 有可能是你这个面上的一个面 照亮的这边一个面 反射给我了 对不对 那么有可能是上面这个面 对吧 被光照了 这样过来一个东西 那我怎么办 我就对这个物体啊 六个面 给它拍这个六次快照 这个就比较麻烦 就大家知道 GI其实很麻烦 因为GI它是个全光路的 就direct lighting 很多时候你只要在乎 我眼睛看过去的东西 但是呢 我做GI的时候 我需要知道 它的全光路到底发生什么 那么对于每一个物体 我对它六个面进行采样 我想知道 它被光直接照亮 被光照亮的是个什么样子 而这样的话呢 我六个面拍下来 你就在这里面举个例子 就是说比如说 这是我们在U15里面 我们自己截的 我们自己搭了一个场景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这是它的生成的一个card 这个card的话呢 每个card它有六个面 对吧 你们看到这个细节没有 它其实呢 它是用ABB box 就是用那个轴对称的 沿着那个XYZ轴 做的这样一个面 这样一尽量简单一点嘛 好 我生成了它的card之后呢 我就会首先把card 把这个物体 从这个角度我拍下去 我拿到什么呢 拿到它的ABIDO 拿到它的Normal 拿到呢 它的这个Depth 这个Depth是从Bunding开始算的 所以它精度不用很高 如果你带反射的 带发射的自发光源的话 我把你的emissive也发出来 你注意大家看到 真正的Gi 其实是很丰富 很复杂 就在于 就是我场景里 每个物体我都要拍 好 那场景物体是很多 对不对 有些物体其实离我很远 有些物体很小 那怎么办 我其实是有一套 这个应该在这一趴 就是说 它实际上是有一套LOD的方法 就是说当离我的相机近的时候呢 我给的分辨率高一点 对吧 我拍得更细一点 比如说 我侧面有一个石头 这个石头可能只有两米高 但是呢 它可能占据了我平面三分之一的地方 那我平面近处的东西 很可能会受这个石头的影响 远处呢 可能有个雕像 它有五米高 但它距离我一百米远 那其实呢 我这个Card不用给它太高 它的精度可以低一点 大家这个思想就是这样的话 我可以怎么样呢 我可以充分地利用我这个 我能存储它的空间 那我存储这些Card的 就是那个Mesh Card的地方在哪里呢 这个东西我们叫做Surface Cache 这个Surface Cache就非常有意思了 它总共分配了一个4096乘4096的这个空间 把每一个这个Instance 就是每一个Mesh的 其实这边准确的讲 应该是每一个Instance 注意啊 就是说你两个Mesh 可能是从几何上一模一样 但是你放了两遍 那就是Instance 注意这里面是讲的是Instance 每一个Instance它的Card 在里面packing好 它总共只有4096乘4096的这么空间 所以呢 它这里面就会有些 随着你的相机的移动啊 随着你的这个 就是说主要是相机的移动 对吧 那我有些物体就可能会被swap out 有些物体呢 就会放进来 没关系 因为这个Card你的东西呢 主要是用来做GI的 所以呢 你多放几个物体 少放几个物体 死不了人 对吧 因为Direct Lighting不需要用这个东西 好 那么这个Surface的这个Cache呢 这里面特别容易混淆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它不是一个单张的Texture 它是一系列的Texture 这个Cache形成的集合 它这里面会包括什么呢 会包括它刚才讲到的 比如说它的Abedo 对吧 包括什么呢 它的Normal 对吧 还包括它的Depth 对不对 那这样形成了一组东西 好 那这里面的话 你Capture的这些东西的话呢 每一层的这个Abedo啊 Opacity啊 这个它的Depth啊 它的Normal 都会用一些硬件支持的这个Compression Method 去压缩一下 很简单嘛 我们做所有的Rendering都知道 我要让内存尽可能的小 对吧 4096乘4096已经很大了 大家想想看 这个什么都不干 4096乘4096 它就是16个兆了 对吧 你还有这么多层 对吧 轻轻松松给你上百兆的空间 就给你用掉了 对吧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Surface Cache 这样的话 我有了这样的Surface Cache之后呢 接下来 我干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 我们如何 这个标题是我自己写的 就是说 其实它前面有很大一部分工作 就是当一个光照进来之后 这些光啊 其实在我的这个场景里面 直接照亮了一些东西 对不对 照亮这个东西 可能是它的正面 可能是它的背面 可能是它反面 I don't really care 好 这些光还可能在里面 Bounce 对吧 Bounce的一大堆 我也不care 但是呢 最后我希望 这些Radiance 最后能存储到 我的Surface Cache上去 为什么呢 因为 想象一下 我的这个世界啊 本来是很多很复杂的几何 当我去做真的 各种各样的全球光照的时候 实际上我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 看到了一个点 我去做一个采样 哎 我想知道 它的那个地方 它到底Radiance有多少 那我如果直接在那个 就是这个几何事件里面 去问那个面片 你的光照是多少 实际上这个过程 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而且每一点的材质 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但是呢 如果我把整个这个世界 它的最粗的这个光照信息 用这么一种 uniform的方法 表达出来之后 哎 我在这个世界里 无论做什么样的一种 Retracing的话 就是那个 Montocarlo Retracing的时候 我去都能够采样到 那个点的表达 所以你可以理解成 就是说Surface Cache 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 就是光照信息 其实就是为我们 India Colliding光照信息 提供了一次表达 我们希望把这个 那个这个 Iradiance固化在上面 这个地方又去 那个怎么说呢 又去祭出了 我们的那个 Photo Mapping这个想法 就是说 其实呢 它用这个就是Surface Card 这么多的那个Mesh Card 把它packing成一个 Surface Cache的话 实际上是把所有的 Photo光子 全部固化在上面了 哎 这个我这个图法连钢 我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的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了 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Pixel就是那个 Surface Cache的那个点 它在这个光的照耀下 它到底有多亮 对吧 它有可能会被Shadow挡住的 对不对 那我怎么去知道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哎 这里面我只有一次的 第一次 我既然知道你的Abedo 知道你的Normal 对吧 那我可以跟主光源算出来说 到你这儿的第一次的 这个光照的强度多大 但如果你是Multi Bounce 我怎么办 对吧 因为我到时候收集光的时候 这个光照上 我也不知道你是Eat Bounce Enter Bounce 但是最后 我要把这个四面光的光源 全部收起来 所以呢 这其实就是 我怎么去在Surface Cache里面 做Lighting 哎 这里面这个就比较复杂了 这也是其实我觉得 Lumen比较难懂的部分 这张图呢 是我们图法连钢自己画的 其实包括一些名词 我自己都优化掉了 比如说啊 其实 它这个时候最核心的呢 要生成一张什么图呢 就是 下面那张图叫 Surface Cache的 Final Lighting 不好意思 那张图我觉得 我应该标个不同的颜色 就是说 Surface Cache 我们刚才讲了 不是有四张图吗 有Abedo Normal 对吧 Opacity 还有什么呢 还有它的这个 Depth 对吧 但是 其实啊 你这么多音乐有了之后 我给你一个光 在场景里面 其实 它最终 是要炫出 它一张lighting图的 因为这张lighting图 上面就储存了 成上百万的小灯泡 它是我Lumen工作的 整个基础 好 那我怎么样的算 它的lighting呢 我的 这里面 我自己肉身标记了三步 第一步呢 实际上 你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做它的Direct Lighting 很简单 就是说 对于Surface Cache上的 每个像素 它的空间都有个位置 对吧 那我可以跟光源 对吧 算一个它的设定值 但这里面的话呢 其实刚刚我炮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在Shadow 你怎么办 那很简单 我做过Shadow Map 对吧 我用光源做过Shadow Map 我其实知道Visibility的 至少我不会错得太离谱 对吧 那么第二步呢 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就是它为了做这件事情的话呢 它在Wordspace里面 其实建了一批这个对光的这个Voxelize的表达 它很多计算是基于这个Voxelize的表达 那这个表达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你有了这个表达之后呢 你上一针的这个Voxelize的这个光的表达 可以被这一针 就是它的第三步 可以采集回来 然后呢 采集回来 这个采集回来不是只是采集一根光线 它实际上是会有很多根光线 这样我就能够猜出Surface上的 Indirect Lighting长什么样子 好 我猜出了你的Indirect Lighting长什么样子 我把这两个合到一起 就变成了我的这一针的这个Final Lighting 我从我的这一针的Final Lighting呢 我又把它采样成这个Wordspace的Voxelize的表达 这个放在哪呢 给它下一针用 你现在这个是不是很绕 就是这个替晕纵 左脚踩右脚 左脚踩右脚 但是呢 这个东西 它的方法其实是非常的巧妙 那这个方法其实呢也不是它首创的 其实在以前老的一些real time线上也抢到这个idea 就是说 我们的光啊 在每一次random的时候 我只算它的一次bouncing对吧 但是呢 我去再采样一个上一针里面的那个一次bouncing的数据 我用那个一次bouncing的数据 对我这个里面的每一个空间点进行lighting的时候 我把这两个lighting的效果叠在一起 实际上是什么呢 它就已经是二次bouncing了 这个在数据上大家可以自己去推一下 那我随着时间的积累 你比如说第一针的时候只有一次bouncing对吧 F0 我们一般叫F0 好 到F1的时候 其实我就有这个两次bouncing的值了 我F2的时候 其实我就有三次bouncing的值了 它实际上这个multi-bouncing的数值就可以一次的积累 其实在那个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在那个SSGI里面 其实它可以用这个思路 也做这个multi-bouncing的结果 对吧 你就要从previous frame里面取出去 你其实一样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呢是它的light caching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思想 那这个东西的话其实讲起来比较复杂 我不是特别有信心 完全给同学们讲清楚 但是呢我尝试把它梳理一下 所以呢 大家看到我这边自己人肉打了一个很大的标记 叫一二三 那我接下来就从一步两步三步给大家去讲一下 哇 已经两个小时了 好 刺激 那Direct Lighting刚才也讲到了 非常简单 第一步 对吧 那我很简单 就是说 我对这个 这个配置的话呢 我就是 每一个配置 我去 找这个lighting 对吧 那我呢 就是sampling一个shadow map 我就知道 这个shadow map 我就知道 我这个点实际上 对这个东西有没有用 那shadow map 怎么去sampling呢 对吧 那很简单 我也不用真的渲染shadow map 实际上大家讲到了 我retracing是不是很方便啊 对不对 我就在我的SDF里面去走啊 对吧 我就是 我眼睛看到了 那个mesh caching那个点 那个点的话 它空间上有个位置 然后呢 我就去问 它和光的那个点和光的连线 我做一个 我再发一条光线 那我用SDF一查 我就知道了 这光线到底是可见不可见 所以刚才你看 我画了那么多笔目 讲retracing 这个时候就已经用上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 把这个Direct Lighting 就算出来 因为我知道你的Arbedo 我知道你的法相 我又知道你的光长多大 那我自然就知道 你的那个Direct Lighting 是怎么回事 对吧 当然这里面假设 就是点光源 那个方向光源 或者是那个 那个Spotlight 对吧 好 那么如果你有多个光源 怎么办 它其实很简单 对吧 它就是说 那很简单 那就是 我对于每一个 就是这个 那个 那个 那个Surface Cache 里面的一个Texel的话 我一个光源算一遍 把你们累加在一起 就可以了 因为我这个是 当个小电灯泡用的 是吧 我也不care 我假设 我是一个Diffuse面的 一个反射 对吧 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些光 累加在一起 这个东西其实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就是大家想想看 我今天做所有的GI的算法 如果我假设场景里 只有一个光源 有GI效果的话 很可能是不弱 可能 当时 当Artist真的去构建 这个环境的时候 它的光是可以随便打的 它会给你一个主光 然后呢 做个场景 床间里面再放个光 我这个地方 是不能限制 那个Designer的 所以的话呢 这个时候 其实任何一种 For real-time 那个For gaming的 就是For游戏实战用的GI算法的话 它一定要支持多光源 你看这样的话 它就会非常简单的支持多光源 而且效率还非常的高 好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做第二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 如果我们 去采样这些光的时候 实际上 我们实际上呢 就是在这一趴 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 稍等 Pro-mesh information 就是说 我们对进行光源性采样 其实这个 它只能对于很近的物体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我们去采得非常远 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出现就是说 我们那个 要Hit掉很多的物体 对不对 所以 我们真正能精确的知道 你Hit到哪个物体 Hit到它哪个表面的这种 recasting 它其实坐不远 那我这个时候 我要去 求一个点 对吧 它的那个 Caching 它的Caching Lighting 如果跑得特别远 怎么办 我就必然要用那个 前面讲的 Global的SDF 但是Global SDF 它有个大问题 是什么呢 它只能找到采样点 对吧 它只能找到它的normal 但你并不知道 你Hit到了哪个Instance 哪个物体 所以那时候怎么办呢 它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它说 对于近处的物体 我可以精准的 把一个物体表面的 这个采样的 这个Radiance 给你拿到 但是对于远处的物体 又怎么办呢 我把整个场景 以相机为中心 做了一个 Morxalize的表达 这样的话 你的Ray 只要你用 Global SDF Hit到了 那我就给你提供一个 那个点上的亮度 因为那个点上的亮度 我就能做我的灯泡了 对吧 好 那传统艺能就来了 很简单 我做一个Clip Map 对吧 这个Clip Map里面的话 就是我四层 然后每一层 64x64个这个Voxel 它这里面的数据 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 它每个Voxel 我们查了一下 是0.78米 我们的同学还是很强的 我们真的是看原代码 真的看出来的 0.78米 然后我们反算了一下 为什么是0.78呢 应该是 0.78x64 正好是50x50米 我觉得这个 这个原作者应该是一个公制单位的热耀者 因为你知道很多美国人是用什么英尺啊 这种东西 我就用的特别头疼嘛 但是用米的话 一干是欧洲人 欧洲人喜欢用米 对吧 那就是说 它就是50x50x50米 那这样把它store到一个3D的texture里面 那这样的话 对于美国Voxel呢 我在6个面 存储它这个亮度 这样的话 其实我再去做这个 就是Image Caching 我做那个Interic Lighting的时候 其实 我就可以去永远 Hit到一个东西了 这个东西其实在后面 非常的有用 好 OK 那怎么去对空间进行采样呢 刚才讲的就是 比如说 在那个比如说SVOGN里面 比如像那个VXGN里面呢 它一般都是用保守光伤化的方法去做 对吧 但是呢 在这个Lumen里面 它的方法就比较巧妙 因为它觉得 我既然整个场景 我都是有这个Mesh SDF表达了 对不对 那我就用SDF吧 它很简单 它就说 它先呢 就是说 找了一个 它把这个Voxel呢 分成大概是 我如果没记错是4乘4的这个Tile 还是更小一点 或者每个Voxel 它其实就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个Instant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在一两米的范围里面 你不可能框太多的Mesh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从它的这个边上 比如说这条边 我可以随机的设一根Ray进去 如果我呢 打中任何一个Mesh的话 实际上表示什么呢 我这个Voxel里面是不会空的 对吧 而且我呢 采样出来 你的这个法相啊 你的颜色啊 这些东西 其实它就是没有用到硬件的Rustorizer 直接用它的Mesh SDF 它就可以获得自己的 这个Voxelized的这个世界的表达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整个Lumen 它的很多计算基础啊 用的全是SDF 但这里面还有很多的细节 比如说 假设我做了多次采样 我喝得到很多的面 对吧 或者我沿途采到了很多的点 怎么办 这里面在Lumen里面呢 它都有很多的细节去展开 那我们这边今天不展开 当然你大家就要记住 就是处理完之后呢 我就能得到 这个世界上的一个Voxelized的表达 那 那这里面就讲了一个 前后多个Hit怎么办 它是在一个4乘4的这个Town里面 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的 其实我的理解啊 就是它的空间切成很多 小格子 这个格子当然比Voxel要大一点 那么它把比如说我有1000多个物体 对吧 或者是1万多个Instant放进去的话 那我在每一个小的Town里面 这个区域 比如说3 4米的这个区域里面 Cube里面的话 它顶多也就是7 8个 5 6个物体 这样的话 我在这样一个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3米乘3米的这个Cube里面 我去设一根Ray 只跟大概4 5个物体形求交的话 这个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它的Worksolution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那么这个Worksolution的话呢 像我前面讲VXCI呢 它的更新也不需要每一帧全部更新 对吧 它只需要每次你相机移动了 或者场景里有物体移动了 我只会把弄脏的那几个地方 把它更新一下就可以了 这细节我就不展开了 但是呢 大家记住一点就是 它是用SDF的求交 快速的就得出了每一个Worksolution的 第一个就是有没有东西 有东西它应该 发向朝哪 它应该深度多深 然后呢 它的lighting应该是怎么样的 它就这个方法就获得了 那么好 当我知道了空间的这个Worksolution的表达 我知道这个焦点的时候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Worksolution的lighting呢 这个时候其实就比较有意思了 它实际上呢 是这个东西就是个鸡和蛋的问题了 就是说 我假设把空间上的所有的表面的Worksolution 全部找到了 每个Worksolution有六个面对吧 我就朝外面的面有用 朝你们的面全没有用的 好 这个面我怎么知道 它的设定是多少呢 刚才不是讲了 我有这个surface cache吗 对吧 那么surface cache呢 回到这张图吧 我觉得这个要怪我时间太紧张了 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到这张图 来来来 如果对于我的第一针的时候 大家可以认为 这个时候我的Worksolution 那些空间上的Worksolution 全是黑的 你不用管它 对吧 那你既然 因为TF0的时候 F0-1是负一针 这一针不存在 所以呢 Indirect Lighting也是没有的 只有Direct Lighting 这个时候 你发现没有 我Surface Cache 那个Final Lighting 实际上就是直接光照的结果 对吧 好了 那没关系 你直接光照的结果 假设我已经知道了空间上的Worksolution表达 然后呢 我又知道 这个每一个Worksolution的这一面 比如说这个Worksolution 这个不太好 我就讲这个吧 比如说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这个相机近一点 这个地方这个Worksolution对吧 这个面 OK 我知道在那个就是Surface Cache里面 它对应于哪一个Card的 哪一个面的哪一个Pixel 我可不可以知道 其实我甚至可以知道它的整个覆盖面积 那我怎么办 那这个Worksolution的这个面的亮度 是不是可以直接取那个Cache里面的值啊 这个地方到底是直接取一个点 还是Filtering 我已经不太记得了 但是呢 Numen里面肯定是有办法可以取的 但是它最核心的思想就是 我用这个Surface Cache的 Final Lighting的结果 去照亮我的这个Worksolution的Lighting 好 这个Worksolution的Lighting呢 我把它存在那儿 等我下一针去再去更新我的这个Surface Cache Final Lighting的时候 我就用这种Worksolution的这个世界的表达 去这个帮我去做这个Indirect Lighting 而且这个时候呢 我取得的东西的话 天然的就具有Multi-Bounding的结果 这个方法其实非常的巧妙啊 那但是呢 实话实说 它在工程上特别的复杂 而且这个 这个就是Worksolution的Lighting呢 实际上和后面他讲的那个 Worksolution的Lighting 是特别特别容易混淆的 那这里面我给大家做个区分 就是说这里面的这个Worksolution的Lighting 它指的 它的每个面 它首先是一个 是一个Cube的六个面 而且每个面呢 它只存一个亮度 啥都不存 但是呢 Worksolution后面讲的那个Worksolution的Lighting 它实际上是一个空间上的光场分布 它那个作用是什么呢 那是照亮别人的 你要我的意思吧 它是负责照亮别人的 而这个里面存的是什么呢 我被照的有多亮 这个两个概念很容易混淆 但是大家没办法 我们只能够就是大家这个容忍一下 确实是很复杂 但是你确实会发现 这样的一个算法 它就真的很巧妙 就是通过 因为这个方法为什么好呢 大家想想看 我们Rendering的话 一秒钟有30帧 对吧 你这样的这个Light 如果场景的相机动的不是特别的快 对吧 光动的不是特别的快 假设像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相机基本固定嘛 对吧 然后那个光也差不多不会太动嘛 那实际上不出十几帧吧 你就能得到十几次Bounce的光的结果 这样呢 这个光啊 看上去它就很自然 这个东西为什么很重要 就是我 所以我们自己还做了个实验 就是我们有Lumen的效果 我们动了一下光之后 我们会明显的感觉到 那个光啊 就是它会有一个大概 可能是零点几秒的感觉 那个光 嗯 慢慢就变亮了 其实呢 那就是这个Works Lighting 它在给你传递那种 Multi-Bouncing的那种结果 对吧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好 这就是我这边顺便小小的黑一下 就是我们看到很多Lumen的截图的时候 它一般给你的都是一张镜针 对吧 一张镜针 然后呢 你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那一张镜针 你之后一看得很漂亮的话 大概率是开了高配 而且呢 已经炫了大概有 比如说 这个0.5秒或者1秒之后 这个多少次Bouncing的结果 看上去非常自然 但是如果这个动画的话 比如光和相机动得非常的快的话 其实我觉得 就现在的这个real-time GI的技术的话 都还是蛮挑战的 OK 好 这就是我们的 整个light caching的pipeline 它最核心的就是 让我们怎么解决 就是说 我的光源怎么来 就是我要算 GI 我要知道空间上 无数的光源 那这些光源呢 我就用通过这个方法 把它caching到我的surface cache上 其实我的surface cache一套之后呢 我又用surface cache 还在一个workslice的世界的表达 你又做了一套 这个东西不仅是说 帮我去更新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个PPT写的 我还要再优化一下 时间实在太紧张了 就是它不仅啊 是帮我们去算 那个surface cache的 那个final lighting 其实这个workspace的works lighting的话 在我后面的那个problem里面 也是有用的 为什么呢 刚才我讲的一个细节了 就是说 当我一根ray 射出去之后 如果我没有办法 用那个就是per mesh的SDF 我必须要用global SDF的话 刚才讲过 global SDF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它拿不到 你到底 稍等 是这个 它拿不到 就是说 那个你到底hit中了 是哪个instance 也拿不到 你更拿不到 你hit中了是哪个面 那个面上的 它的一切的信息 都拿不到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只能在global的 这个works lighting里面 去找到它的lighting 所以这个数据 就是一套一套 对应好的 哎呀 我现在已经突然想起来 这个突然想出来 这个PPT怎么化了 它真的就数据 是一套一套 对应好的 就放在这 那么这一趴呢 我就不再讲的 足够太深了 就不展开 但是呢 大家理解一下 就是说 它用一个就是说 surface cache 对吧 把整个空间 把整个场景 表达成一个个的 六个面的剪影 就相当于说 本来一个人的物体 我用六个平板 把它照起来 你们知道 在做LOD的时候 有一个叫impost的技术 对吧 就是说 我一个远处的物体 我用几个面 表达成impost 就大概能表达它的样子 其实你听认为 这个surface cache 它有那个mesh card的技术的话 其实很像这个 一个为lighting 准备的这个impost 那么好 我又不是所有的物体 都能用impost 去表达 lighting 也不是所有 为lighting impost 表达 我同时呢 要做multibouncing的 global illumination 那怎么办呢 他想到了一个方法 就是说 我把空间整个 把你这个 这个 哎呀 这个PPT 真的要优化一下 那个就是 把你空间 整个给你 workalization 就变成一个表达 一个更加粗的 但是呢 它能表达 几百米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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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ing的这个信息 那你无论是近处的per mesh的表达 还是远处的整个场景大致看看它的亮度的话 其实都可以表达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细节 我们今天没有展开 比如说 有些比较复杂的东西 比如说terrain 对吧 terrain你肯定不能用mesh card去表达 那你怎么办 哎 terrain它还得单独处理 其实lumen里面还有很多的细节 比如说 哎呀 我这边的顺便挡开一笔 比如说 你中间假设有一些participate media 半透明的一团物 对吧 那它的光照怎么算 哎这里面有无数的细节了对不对 那我作为10系列的课程也就不展开了 反正这里面坑特别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者还是非常的了不起啊 就是真的把这个技术工程化了 因为全局光照 real time real global intimidation 而且for dynamic lights 它真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那么它基本上用了这样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 能采到caching了所有的radiens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比较简单了 对于每一个这个surface cache的东西呢 它呢 说那我既然你对这个世界有这样的表达 我就知道怎么去sampling你的intedric lighting了 它的算法是写死了的 我记得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我们是这样写死的 就是说 哎 对于surface cache上 每8×8 它定义成一个tile 注意啊 就lumen你的名词 真的是重用率特别高 这个tile这个词在各种地方都有用过 而且呢 每个地方的tile 它的表达的意思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tile 指的就是在surface cache里面 它选成8×8的这个taxer 然后呢 它采四个样 这四个样呢 实际上是在你们jetring的 对吧 然后呢 它设了16根ray 设出去 这个ray呢 跟谁求交呢 跟那个voxel 空间上的voxel表达 注意啊 就是surface cache 不会用自己去做intedric lighting 它永远是在那个voxel上面 就是那个voxel lighting上去 去它的那个就是 那个结果 然后呢 哎 我就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intedric lighting 它把这个intedric lighting呢 存成什么呢 存成了一个就是这个surface harmonics 那为什么存成surface harmonics呢 大家想想看啊 就是我这个空间上这些数据 我真正在shading surface cache上的 每一个pixel的时候 哎 你看 这里面 这张图里面可以看到 就是它是8×8 里面有64个点 对吧 它只有四个采样 所以对于每个点来讲的话呢 它要找相邻的四个点去插值 那插值最方便的是什么呢 用sh coefficient去插值 大家仔细推倒一下 就知道 这里面它是很巧妙的一个变化 那我有了这个插值完的sh的表达的话 我是不是就可以算出来说 这个球面上的间接 这个intedric lighting 对我的shading的结果 实际上我这个时候 我的结果上 就会加上一层 这个就是intedric lighting的结果 那这张图上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 这边亮的是它直接光照 对吧 那个intedric lighting 是它间接光照 这里面其实 那个直接光照 它是HDR的 所以你看上去它会偏亮 但是实际上的话呢 它这些亮度差的很大 然后最后合到一起 你可以形成一个 你想要的finial lighting结果 这个图本身做的呢 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但也没办法 因为原作者没有提供一笔好图 所以我们只能在unreal里面 自己写代码 这个东西抠出来了 后面我们有时间的话 我们会抠得更好一点 但是呢 这些东西的话 实际上是 我们真的是从代码中 深抠出来的东西 对吧 大家原谅一下 好 那么其实的话呢 这样的两个lighting 就可以结合在一起 形成我们想要的 这样的一个multiple lighting 而且这里面 为什么这个方法非常巧妙呢 就是说 其实真实的游戏场景 非常复杂 它用了这样的一个 surface cache的这个思路啊 它还把有一个 很难的问题给解决掉了 就是自发光 大家如果在这个 做游戏的时候 其实自发光这件事情 是真的很难 为什么呢 自发光这件事情 如果你只考虑 它本身变亮的话 那很简单 在最终的颜色上 硬生生的加上去一个光 对不对 但是我们设想中 自发光是什么效果 比如说 我这个武士 这边有一条灯带 很帅对不对 那你旁边 假设我靠近了一个墙 这边假设有一个度强啊 你希望这个蓝色的光 是不是能把墙 稍微映亮一点点 对吧 我甚至还希望 有那么一点点 软阴影的效果 那这个怎么解啊 这个其实非常的难啊 因为你知道 在游戏里面 我们处理一个光源 原始的做法 我就得渲染一次 对吧 虽然我们在前面 对讲了很多方法 能解决 multi-light source的问题 但是我这是一条光带啊 大哥 我这个很难 是一条光带 我怎么去渲染它 它用这个 就是这个 surface caching的方法的话 其实即使是一个光带 我实际上也能够 把它整体的cache到 我的这个 这个就是lighting里面去 我在第一阵的时候 这个光带不起作用 对不对 但是呢 我通过这个 左脚踩右脚 我把它sampling到 我的voxel的 那个light space里面去 我下一阵 就把它给卷回来了 再卷两次 卷一次卷两次 你就能看到 那个墙那个地方 就会被照亮了 这个地方 其实我个人觉得 还是非常非常的巧妙的 所以surface caching 说句实话 我乍一看的时候 我喷了很久 我说好麻烦啊 为什么我要给每个mesh 还踩六个面 那个好蠢啊 因为不好意思 不能说脏话 就是这个 反正我就觉得 好麻烦 对吧 你还要去做atlas 还要做packing 还要做内存的分配 想想头的疼 对吧 我以前特别不喜欢 就是实现 那个virtual texture 那个算法 因为就觉得特别麻烦 而且特别容易写出bug 但是呢 你仔细想仔细想仔细想 你发现 哇 这个方法还是很有道理的 好 那这个就是 其实呢 这个地方 我觉得 那个mesh caching 包括那个works lighting 其实它都符合 刚才我讲的SDF的一个设计思想 就是说 我把一个irregular的东西 就是你想在世界里面的这些物体的表达 非常的复杂 对不对 我用mesh caching 用mesh card 用surface caching 再加上works lighting的话 把它变成了一个uniform的 regular的表达 那我接下来 无论是做它任何的一个积分也好 这个卷积也好 采样也好 都会变得更加的简单 你看 这个采样采样采样 这个时候 采样的基础是什么 是数学的表达 对吧 所以说 我觉得学完164的同学的话 我觉得大家会非常有兴趣 回去学一些什么信号处理啊 什么什么 这个 应该是 应该是线形态数 大家肯定要好好去学的 对吧 包括一些几何的一些东西 包括是一些 比如说像一些数分啊 一些高等代数的东西 大家都会想学 因为这些东西真的是 密切关联的 对于我们rending来讲 好 不水了啊 我们继续往下讲 我们已经讲了两个小时 二十分钟 预计今天要三小时起飞了 好 那 其实呢 就是对于整个这个surface cache啊 它的这个更新 还是挺废的 所以在lumen里面 它做了一个budget 它就是说 我每一帧的话 对直接光照 我最多不超过 我不是一个4096乘4096吗 每一帧的时候 我最多不超过1024乘2024个texel更新 对吧 那么for indoor lighting呢 因为大家知道 渐渐光照 更新起来 其实还是很费的 因为它要在那个 很多的那个 这个voxelize的这个世界上去采样 对不对 虽然我讲了 基于SDF的采样 效率是很高的 基于global SDF是更快了 但是它本身还是挺废的 那怎么办呢 它说 我每次最多更新 512乘512的texture 所以对于每一个matched card来讲 它都要排排队 说我也想更新 我也想更新 那它就要设置一个priority 去进行这种 这个去管理它 然后呢 去选择更新 所以呢 这里面其实有一些 一整套的比较复杂的排队算法 还有bucket sort的这个算法 但这个算法的细节 我今天就不展开了 因为有信息的同学 可以去看它 但是你只要获 就这一趴Lumen 大家就知道了 光到底是怎么射进来 且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把它抓住的 对 这个就是我经常讲 叫freeze 你把这光抓住 就像我 大家也就 我又要再提我心爱的 Phantom Mapping了 就是Phantom Mapping里面的时候 我要把这些光子 把它固定在这个matched表面 我只要把你这光子固定住了 接下来我就可以做shading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现在只是把这个shading cast住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呢 哎 我现在虽然知道了这些光子在物体的表面 但是当我一个做shading的时候 实际上我知道 比如说 这个mesh的这个表面的 它自己的亮度 它的照度 对吧 其实并不能作为 我任何一个mesh 就是任何一个像素 shading的基础 我得把 对于一个屏幕上的像素而言 我老是指着自己的身体 我现在变成了一个rendering object 对吧 好 那比如我要渲染这块 好 那我呢 是要把我周围半球面的所有的radiance全部拿到 我要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呢 叫prop 对吧 搞了这么多 其实你这个光照 就是你这个地方还没有办法渲染 因为你只是知道说 比如说我面前的这个灯 比如说这边有个灯 对吧 我放在这边来 这个灯 这个mesh 比如说它的各个点的照度是多少 这个我这只手的照度多少 当我要渲染这个肩膀的时候 我要把这些这个radiance全部变成一个prop的表达 所以接下来硬核的东西来了 我怎么去分布这些prop 然后呢 对于每一个屏幕上的点 我到底怎么用prop去这个这个这个lighting 所以呢 它的第三part 也是这个lumen 讲lumen的时候 特别容易上来就讲的东西 就是说 我在screenspace 怎么去分布这些prop 并且能采样到我要的东西 那其实呢 它又在warspace做了一些prop采样 所以它搞了两种以上的prop 这样让你能够永远的采到东西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三part 那第四part呢 就讲了什么呢 我既然有了这么多的prop 对吧 那好 我拿到一个screenspace的pixel 我怎么去用这些prop做shading 基本上讲到这一part 整个lumen就讲完了 好 我们到第三part了 也就是lumen的 这个经常提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screenspace prop 在屏幕上的prop 这里面呢 其实它的基础的idea 我个人觉得 还是非常非常巧妙的 因为啊 就是 我想起来了 今天我还有一part 没有讲叫DDGI 对吧 Diffuse Dynamic Diffuse 那个global illumination 对吧 还有最新的一些国内的工作 叫SDF DDGI 对吧 这些工作 其实啊 prop这个东西呢 你最自然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在空间上均匀分布 我撒无数个采样检 然后呢 用那个点 对一个球面空间的光照 进行采样 因为我既然已经得到了一个surface cache 我又得到了一个Voxel的这个 这个这个surface的这个lighting的cache 其实我去构建这个prop是可以的 但是呢 当我真的去渲染一个场景的时候 场景里面它的这个起伏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你的prop怎么分布呢 靠近camera我放的密一点 离开camera放的远一点 可以的 但是呢 当我出现了一个几何结构出来之后 你比如说一米 一米 一米隔一米 放一个prop的话 实际上 它并不能保证你真的能够表达 光场的变化 但这个变化 如果你表达不了的话 实际上你照出来的东西 看上去就很怪 就是我们经常用一句行话讲 就是看上去很平 这是所有的 就是如果预先生成好的 这个prop的displacement的话 它都会有这个prop的distribution 都会产生的问题 而Lumen呢 它就比较大胆 它说 我就在screen space 打prop 对 很粗暴 意思就是说 我狠一点的话 我屏幕上的每个像素点 我对它进行整个球面的 光场的这个prop采样 那我炫出来的一定是对的 对吧 但是呢 它还没有那么粗暴 因为如果每个像素点 都去采一个的话 那实在是太疯狂了 它就说 那我还是优着点 我每隔16x16个pixel 我采一个 screen space的这个prop 这个为什么16x16这个事情有道理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你相机看的话 如果离你近的地方 16x16个pixel 它其实在空间上的距离 不会太远 而间接光照呢 这个东西 它是个低频的东西 所以呢 你在这么近的距离里面 它的virus 其实确实不会很大 那么它高频的东西呢 就像我前面讲过 就是它可以用那个表面 自己的这个就是说 发现啊 这些材质的细节 可以表达出来 所以低频的光照 间接光照 它可以直接这样采样 而且呢 它每个prop的采样呢 它采了两个数据 第一个当然是radius了 其实呢 还包括了一个heat distance 那它对这个东西的 就是它怎么去存储这个prop呢 这里面一个细节 就是用就是那个就是 啊叫octedrine那个mapping 这个mapping呢 实际上是参数画里面 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mapping 就是这个这个mapping 如果同学们在做 任何的gi算法 包括采样算法 我会建议大家去研究一下 就是它很简单 就是我们在图形学里面 经常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在球面上撒采样点 对吧 那最简单的采样是什么呢 经纬度采样 对不对 经纬度采样呢 如果你把它映射到 一个2D的texture 它会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天顶 它采样密度特别高 靠近赤道采样密度很低 那大家就一直希望 一个分布相对均匀的采样 但是呢 它这个采样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给你任何一个 一个一个就是一个方向 我能迅速地知道 它的UV空间的位置 那这个数学上 它就要求 一个是连续的 一个要非常简单 而这个八面体的 这个球面映射呢 它就满足这个特点 第一个 它的任何一个方向 映射到2D的UI 计算非常简单 就是下面这个shader 同时呢 它可以进行 binear interpolation 因为你相邻的两个Taxel 之间的采样点的采样 在纹理空间的差值 基本上逼近于 在球面上的差值 所以它是个非常好的差值化 所以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我可以用一个不多的采样点 相对均匀的分布在球面上 那么在这个 就是ScreenSpeed Prop里面的话呢 它用的这个采样精度是8乘8 也就是说 对于整个球面空间的话 我上面 这个方向大概采四个 下面 这个方向采八个 这个方向也采八个 我大致均匀的 当然这个不是严格的 大致均匀这样去分布了 好 那么 然后呢 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思想 就是说 OK 那我每个16个ScreenPixel 我做一次采样 但是呢 如果你在这个ScreenSpace里面 因为我有Depth 我就知道 你这个彼此之间 在真实的物理世界的距离 有多大 对吧 Ware Space距离有多大 如果你两个相差特别大 比如说朝向一看 我就知道你们俩根本不共面的 对不对 比如说 虽然 这个在视觉上 投影上 就是在相机位置 你看上去很相邻的两个Pixel 在真实的这个物理空间上 距离非常远 那怎么办 那你16乘16个Texel采样 它其实是有问题的 如果你强行的这么干的话呢 你就会把很多光照的细节 模糊化掉了 这个东西怎么去理解呢 我记得在天文学上 有一个概念叫做视灵星 大家也没听说过 就讲的是两颗恒星 你看上去很近 对吧 好像谁相伴了谁 比如小时候 我们去听神话故事说 这个随随随随 两颗恒星在一起 什么北斗七星 我们在一起 什么在一起 但实际上天文学老师 天文学家会告诉你说 它只是在视觉上 看上去很近 但实际上 它们真正的距离非常远 为什么呢 它们的深度值是不一样的 对吧 它们很可能相距了 是几百甚至上千光年 对吧 那实际上呢 在这个Lumen的Screen Space 这个 我的这个低度采样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我就需要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 如果我发现 我在这个16乘16的 这个采样区域里面 它其实很多点 之间的这个距离 在真实距离非常远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采样精度不够 那我怎么办呢 我去Refine 我把它采样密度 在那个Grading里面 我把它再增加一倍 变成8乘8 8乘8不够怎么办 我再给它Refine一下 我变成4乘4 这个听上去就很神奇了吧 对吧 那怎么知道这个东西 我要去Refine它呢 它是基于一个基础的假设 就是一个有效的差值 这个有效的差值怎么去定义呢 就是说想象一下 我对于一个16乘16的 这个一个Tile 就是我一个ScreenSuite Probe 所取的这个区域 假设我任何一个Pixel 我要去渲染的时候 我要设定的时候 我要从这4个Probe 这个采样 就是这个从 我临近的4个Probe之间 去取它的差值 我这里面呢 比如说取16个 或者取32个点 我去采样的时候呢 我这个点呢 其实除了我自己的空间位置之外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的法相 我就会得到一个平面 我把你这4个Probe的中心点 投影到我的平面上 我去看你的投影距离的权重 这个时候作者就开发了一个非常hack的函数 大家看到了 这里面就说 我距离的平均 相机到那个点的距离 还有它要乘上一个 这个Exp 就是它的那个多少次密 对吧 还给了一些很牛逼的一些常数放在一起 然后呢 它说你这个Arrow只要累计大于某一个threads hold 我就认为这个采样点是不能用了 如果我这些采样点足够多的不能用的话 我认为就是你这4个采样点对我是无效的 这个思想就是在基于我的这个点的法平面 去做投影距离进行差值 包括我的空间距离差值啊 这个思想其实啊 如果我没记错 好像是在那个R7里面 还是在那个就是VXCN里面都用过这个思想 就这个思想其实是被证明了 这个很有用的一个思想 因为这个思想的话呢 其实 好像是SSCN里面也用了这个思想 就是说这样 我就可以就是避免 就是我的采样是无效的采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相邻的两个pixel之间相距 可能会在真实世界的相距可能会非常远 对不对 那么同样 你采过了的这些这个这个这个就是props 它在物理空间的位置可能是非常的远 那对我这个点数设定的时候 如果我用了你这个prop 实际上就是无效的 当我这种无效率大了足够多的时候 那我认为这个采样就是不够的 所以呢 我就要申请你把这个tile再给我去细分一下 我再去采样一个额外的prop 这种adaptive sampling实际上是这个Lumen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做法 因为这个方法你听上去可能非常的复杂 但实际上它对存储空间的消耗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为什么呢 它把screen space所有的prop做了一个atlas 那大家想想看 我们做texture UV的时候 一般是不是一个方形texture对吧 但是我们在绘制的时候 屏幕一般是什么样子 一般是一个长条形 那好 那假设我屏幕上的pixel都是16x16的 你发现没有 我把这个prop 就是每一个prop是个8x8嘛 我就占用8x8的那个texture 我当当当当当存进去的时候 你发现没有 下面正好有一节空间是没有用的 对不对 它的聪明的地方就来了 它把你这些需要refine的这些prop 我就把它packing在它的下面 反正我就存个index就好了 就是相当于我每个screen space prop 我会存一个值说 我这个prop有没有被refine 如果有被refine 你的位移应该在哪里 我就把它存在那儿 同样的 我找到这个 如果是L0的这个prop 觉得这个反过来 最大最粗的那层prop找下去 发现它sharerefine 我就找到往下一层 往下一层prop又存在说 你还可以再往下找 所以你看 它其实没有用多少额外的存储空间 因为你texture分配的时候 反正是个方向性放在那儿 下面的地方 我都用起来了 但是呢 我就可以 对我的视空间的这一些 这个lighting的信息 进行了一个什么呢 叫做adaptive sampling 自适应的一个采样 这个对rendering来讲 其实非常的重要 这个我个人觉得是 Lumen非常巧妙的一个想法 我们在分析前面的工作的时候 好像这还是第一个提出来 用screen space的方法 去进行radiance采样 而且它还搞了一个adaptive采样 这样的话就避免了 就是以前我们讲这个 比如说VXCI 我们讲的这个就是RSM 这些东西 它其实你本质上 它都是uniform的采样 对吧 像RSM里面的话 它其实已经有一点点 adaptive的思想 大家记得RSM里面有那些红色的pixel吗 它觉得不够 怎么办 我还在对它进行采样 其实呢 在我这个Lumen里面的话 screen space prop的话呢 它的这一套adaptive sampling 我个人觉得 还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想法 对 其实我为什么 这么有兴趣 跟大家去把Lumen讲清楚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Lumen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 一个算法体系 就这里面的很多算法 你不止可以用在GI上面 你可能会用在一些 你其他要用的rendering上面 好 OK 那这个地方就讲到这了 好 那这里面呢 就是这个是我们 课程组啊 图法链钢的一张图啊 大家一定要这个原谅我们的粗糙 那么 但是呢 虽然粗糙 但是我们的结果非常的真诚 就在这一张图上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是把Lumen的这个 screen space prop打印出来了 你可以看到那种 应该是黄色的区域吧 应该是红色的区域 暗红色的点 是16x16的resolution 而那个黄色的呢 就是这个 8x8或者4x4的 为什么8x8和44没有做区分呢 代码要改的数量 地方太多了 我们就懒得改了 所以我们就偷过来 就是把8x8 4x4 就统一标记出来 就告诉大家 那个地方被refine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所有被refine的地方的话 都是几何 它这个就是变WARIS 比较大的地方 对吧 这个也是很直观的看到了 其实说实话 我们看了几乎所有的 Lumen的这个presentation 大家能看懂的话 还是蛮挑战的 OK好 那就是说 这是我们突发链钢的一张图 OK好 那 其实我们在进行 这个screen speed prop采样的时候 其实我们用了Jethring 对吧 Jethring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防止这个东西看上去太repeatance 或者过度太高了 但是当你有多次Jethring的结果的话 实际上 它在时序上又变成了一次 这个multiboncing的这个采样 这个其实也是 我们在这个 我们最早讲的那个anti-aliasing 讲到TAA 讲到这个 其实像那个SGI里面 也都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 就是我要不停地Jethring我的采样 但这个就是一个很细节的东西 我们就不展开了 好 那 这个时候就来了我们最痛苦的东西了 我们已经大概知道 我们怎么去分布我们的problem 那我们就要去采样了呀 采样怎么办 我们不是说8x8吗 对不对 那我就 我就往球面上8x8的这个参数方向去采样 就完事了呀 但是呢 这个对于真正的rending来讲 肯定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窗户在哪里 我不知道 对吧 我在一个房间里面 我的indoor scene里面 窗户在哪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我的采样 如果不是使劲地朝着窗户那个方向去采的话 相信我 任何Gi的算法 算出来的结果 都是像那个 怎么说呢 就是像那个秃头般一样的 就是黑一块白一块 非常丑 所以 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怎么进行importance sampling 好 那 这个大家看到了 就假设我们不做这个importance sampling的话 我们看到了lighting的结果 大概是这个样子 对吧 但是我 因为就是原作者提供的一个图嘛 他到底开了哪些算法 没看到 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 很显然 他在讲就是没有importance sampling 我们会怎么样 好 但是这里面的话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找窗户 就是我要尽可能往窗户的那个方向 多射一些ray 对吧 这个其他的地方 无光景啊 能少射一点就少射一点 哎 这就是GI的妙处 就是你需要environment of wellness 环境感知啊 这个听伤就很高大上 对不对 那 但是呢 其实我们的runner里面很土 好 那 实际上呢 我怎么在进行这个importance sampling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这个lighting函数啊 它本质上是一个 萌托卡罗的tracing 对吧 萌托卡罗这个 这个integration 对吧 下面的概率函数呢 它的 我要尽可能让我的这个概率函数 符合上面这个函数的分布 那上面这个函数呢 是两个函数的G 一个是光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我表面的BRDF 哎 这就是找到这个问题的因子了 第一个 你需要知道光在哪强 对吧 第二个 你还要知道什么呢 我的法相在哪 我的法相在哪 就告诉我说 哪些东西对我来讲可能重要一点 因为你就算光在这 我的法相在这 那 你 你这个光对我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 我其实是 我是背对你的 我可能要更多的要踩一下背面的光 对吧 所以这件事情就比较复杂了 没有那么简单 好 那怎么做呢 那首先 我们先怎么去古迹光 哎 这里面Numan就有一个很巧妙的思想 他说呢 哎呀 我当前真 我想知道光亮的地方在哪 这个 哎呀 不好意思 我打的是 英文打错了 待会我们负责在 这个今天真的是火线赶出来了 这个 这真的是 这一页可能是上线之前不到半小时吧 我在这疯狂的在那手打的 应该叫 Approximate ingredients imported from the last frame props 对吧 大家原谅我这个英文的 typo 但是 他实际上讲的是什么呢 哎 很聪明 我 我既然想知道光在哪怎么办 我把上一帧的prop踩一遍吧 也就是说 我并不知道这一帧的光在哪 但是我做一个假设 就是光的变化没有那么快 那我从上一帧的这个prop里面的话呢 我去从最近的上一帧的screen space prop里面 我去做一个采样 就是把它们的值积在一起 合在一起 我就大概知道哪个地方亮 哪个地方不暗 那怎么知道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你不是什么sh啊 或者什么东西啊 哎 我把这个四个值做限行差值 我一样可以得到一个8x8的 这个明暗相间的这个图 这个图中亮的地方 就是光比较亮的地方 就是相当于是在我这个位置 我大概猜测天会亮在哪 对吧 所以这个last frame 其实在GI里面是非常有的 就上一帧的数据千万别丢 它有很多妙用 哎 这就是他用的第一个方法 就是我去估计一下 好 第二个方法呢 哎 我这个nomo 那nomo大家天然的想到 就是说 哎 对于我这个prob 我不是知道我这个pixel是哪儿吗 对吧 就算你jettring 我一定jettring 在一个点上 那我的nomo实际上的话呢 就有明确的方向 那我就沿着nomo 做一个cosine nope 对吧 那下面的半个那个 就是区域肯定是黑的嘛 这个听上去是不是很合理啊 很科学合理啊 哎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错误 是什么呢 因为你在frame buffer里面 拿到的那个nomo 是一个像素的nomo 那个nomo是非常非常高频的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我下面的mass 是用nanat做的 哇 那个细节不要太多啊 但是我对一个 比如说 一个小区域而言 那你们可能cover了 比如说32x32 1000多个pixel 如果更大一点 有更多的pixel对吧 那1000多个pixel 真正的它的大致的 发向朝向 并不能由我这一个 单独的这个采样点的 发向所代表 大家自己想 是不是这样呢 那如果我这个时候 去在这个位置 去做一个lightprop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考虑 我周边所有的几何的 就screen space 临机的这几何的 它的normal的朝向呢 是这样的 它所以呢 它是个什么呢 它是个distribution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 一个normal的点 这个地方是特别 特别容易弄混的 那它怎么做呢 它这时候就想到了一件事 就是说 我在做shading的时候 我其实肯定lightprop 是要插值的嘛 对不对 它就想了个办法 它呢 就是在大概这个32乘32的 这个范围里面 32乘32是什么概念 我不是一个tile是这个16乘16吗 为什么32是32 因为你对这个screen space 进行bylinear interpolation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一个prop的值 最多会影响 离你最远32个pixel的值 大家想象一下 就是两个之间连接 是不是这样 对吧 好 那我在这个32乘32里面 有多少个pixel呢 1024个pixel 那我把1024个pixel的normal的 所引发的这个distribution function 全部加在一起 我是不是要疯掉了 对不对 这个就要死了 那怎么办呢 我扔64个点 去在里面去采样 你看各种hack 而且这个采样呢 它还不是一个简单的 就是说 我把我就在周围32乘32的区间里面 我就随机砸64个点 没有 它呢还要去做一个什么呢 depth weight 就确保我们的depth比子之间 因为我知道我这个proper这个点在哪里嘛 就是我们的depth weight 在我的投影平面上 彼此相差不要太大 这里面有一整套的 这个数学的这个估计 它简单的讲就是说 你的投影距离离我太远 法相这个就是那个距离跟我太远的 我全部给你扔掉 一堆的hack 然后呢我把这些normal的 每个normal 其实每个normal的importance 是不是一个cosian loop 对不对 每个cosian loop 是不是就是一个sh 对吧 我把这些sh全部积分在一起 最后我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呢 normal的这个distribution function 那我有了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呢 我大概就知道哪些区域 从normal上看 哪些方向 从normal上看 我需要重点的去采样 我就得到一个btf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一个很有意思的 这个这一页我翻得一点早了啊 这个normal distribution function 因为这个原图上也讲的不是很清楚 我在讲到下下一页的时候 会讲的比较清楚 那我下一页跟他讲 这个里面呢 他就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想法 他说啊 对于每一个 就是screen space prop 我最多呢 还是只采样64个 为什么呢 因为我硬件 那么多的prop对吧 虽然说我是16x16 但实际上 我还是有大概 我想想想 可能要将近上万个吧 好像十几万个prop对吧 每个prop要设那么多的ray的话 实际上 现代硬件也是扛不住的 他就给了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能不能够 在我需要采样的地方 采样加密一点 比如说 这个方向 它很重要 我做设四根采样ray出去 但是呢 我存储的时候呢 我还是把它们合到一起 存一个存成一个taxel 因为就相当于说 大家想一下 这个当然是一个 这个最早的思想 其实在摩托卡的 resisting里面就有了 就是说 我在做这个ray testing的时候呢 那个地方 我因为发现那个地方 可能光源很小很密 我会把那个地方 射线射得密一点 但是呢 最后我在做shading的时候呢 我可以把这些射线 所有的结果 因为他们彼此的角度很接近嘛 所以我可以把它合到一起的 就是做shading的时候 我并不需要 做那么多次的这个累加 对吧 所以的话呢 我要保证 总的采样次数不变 但是呢 我要有它的importance 这个时候 就一个 它一个非常巧妙的算法 这个标题是我自己写的 就是说 它实际上是说 我所有采样的数量 射的ray的数量 是不变的 所有的这个prop 都是64根ray射出去 但是呢 我算出来了 你的这个brdf 就是你的法相 所提供的这个pdf 也就是你的importance function 对吧 和你的lighting lighting是从上一帧 扣下来的 你的importance function 我把这两个 一卷积在一起 我就得到了哪些点 是重要的 哪些点不重要的 那我这时候呢 有64成64个点 我怎么做呢 我对这个点进行排序 我这样一排序 我就知道什么呢 就是最不重要的那些 那些那些方向 和最重要的那些方向 那我呢 设置一个预值 我就从最不重要的方向 123一次走 当我找到三个 就是倒数前第三个 前三个这个 就是最不重要的方向 当然假设他们的这个pdf值 都小于我的预值的时候 就意味着什么呢 我那个最需要采样的那个方向 我可以对它进行一次 super sampling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只能采样一次 我给你再加三次的话 你不就四次了吗 四次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就可以进行一次 refine的这个sampling 对吧 那依此类推 就是说 我通过这个pdf的值 我把你最不重要的方向 全部过滤掉 然后呢 让我的采样 尽量集中在这个 很重要的方向 这个方向可能来自于 你的法向潮 那个法向的分布 也可能来自于光源 这个地方其实非常的巧妙 就是64跟ray 这也是Lumen我认为 非常巧妙的 很实战化的一个东西 因为这样就让我的硬件的 时间成本 就可以算得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 你看这里面 就一张图 就是这是一个asset problem 它的光线 你可以发现 它就会集中在墙上 相对比较亮的地方 那这样的话 它整个这个rendering的结果 就会好很多 那就是你有这个 就是fixed budget的 这样adaptive sampling 就基于这个光墙 基于你一个normal的方向 很没有的话 它两个的noise 真的是不一样了 但是它有很多 前后的对比 其实你根本不知道 这些东西 比如说因为它有很多种 filtring denoise的方法 每一次你看到都说 这个东西上去很重要 但后面一个图的时候 它又说又很重要 但是你不知道 这一层层的怎么样 所以后面等我们有时间的话 我们把这东西实现了之后 一步步的看 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OK好 那么同样这个结果也是这样 就前面的话 它没有做这个important sampling 对吧 后面这个光方向 做了important sampling的时候 它很显然 这个场景 你们看到都有共同的特点 是什么 都是室内 都是有一张窗子 对吧 窗子就是我们的GI的一身之敌 那么有一张窗子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 就是你有important sampling 我对光的采样就会好很多 那我这样的一个GI的效果 就会稳定非常的多 好 那有了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够不够 还是不够 你看我们这边又来了 我们要降噪 我们要进行那个过滤 进行filtring 那么只要你做GI 这个filtring就是你逃不掉的东西 好 那它怎么做filtring呢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 其实按16x16的这个 screen space的这个tile 去做的prob 它采出来的信息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 有很多的noise 它怎么办呢 它每一个prob 我在旁边找临近的 这样的一个一圈 对吧 它一般讲3x3 这个kernel 我把周边的prob的这个光线 我把它filtring出来 但是这个prob之间的filtring 就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了 这里面呢 大家想象看 我每个prob 我是射出去了什么呢 我射出去了64根 8x8 64根ray 对吧 那我旁边那个prob 我是把那个ray 就是同方向的 我就直接把它给 加到一起 这样对不对呢 其实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旁边那个prob 距离我不是有个距离吗 那它呢 很可能它侧的那根ray啊 它射到的这个物体 离我非常的近 对吧 它呢 那个东西呢 其实在我的这个prob里面 它我看过去的角度 射线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里面举个例子 就前面有一个反射物 在我的球在我前面 注意啊 它不是射挡吗 它是反射物啊 然后说不定光约在头顶上照相了 所以那个面照得非常亮 我这个lightprob 一定要踩它了 对不对 那我取得我的neighbor那个prob呢 它那根ray 其实是方向朝下的 但是呢 我如果把那根ray 直接用到我上面的话 那我会发现 它彻底用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我这个prob来讲的话呢 它的方向是从上面过来的 所以呢 当我去加权这些ray的时候 我是要看你的方向 如果你的方向 跟我不一致的话 我认为这根ray 就这个方向 是一个不一致的差值 你发现没有 这个for循环很好玩 它写的是说我所有的neighborprop的 所有的ray 我都要做一次可用性的一个检测 比如说这里面它就hardcode了一个东西 这个时候我们翻代码翻出来的 它写的是说 如果这个夹角超过了10度 我就不用了 这个ray 你的差值哥们 我就不用你了 我只相信我自己不相信你 OK 那好 那如果呢 如果这东西不处理 你看了这里面就有这个error了 大家看见没有 就是说 这个墙上会有很多的noise 就是因为它在临近会踩错很多东西 好 这个听上去很有道理对吧 但这个呢 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了 假设啊 我邻居的那个ray啊 它其实设的是非常非常的远 你把那个远处的那个焦点呢 拉回来 这个角度呢 也是对的 也没问题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去看你自己 你发现 你自己发出那同样一个角度测试光线 你设到的距离其实是很近的 所以你们两个ray之间 就是蓝色的和绿色的那根线的夹角 虽然小于你的10个度的这个threshold 但是呢 你很明显你的hit distance和它的hit distance 有很大的差距 那你又再hardcore的一把说 不好意思 虽然我们两个假角 对吧 看起来好像那么的接近 但是呢 你好像是在100米之外打中了一个东西 但是呢 我自己在同一个方向测试 我发现我在5米之外 我被拦住了 所以你那个踩出来了那个radiance 大概率是对我是无效的 那不好意思 我还是用我自己的 这个地方它又能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它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呢 它就会出现这种漏光的问题 比如像这里面这个case里面 你发现那个毛巾的这个内侧面 它跟靠墙的那个地方 如果你深硬的不考虑这个差值呢 它就会发白很多光漏进来了 被差值插进来了 但是呢 如果你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这个光也开始变得比较有道理了 怎么样 无数的hack啊 对所以它这点光的差值 就是prop之间光的差值 是非常讲究的 好 那整个在一起的话 你就会看到这个结果 就会好很多 对吧 所以Lumen是一个 我个人觉得 它是个非常实战的一个技术 就是它的每一个细节 考虑的真的是 我用一个词形容叫什么呢 叫周到 对非常的周到 OK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说 我们虽然在screen space里面 可以做这么多的prop 但这个prop第一个数量非常大 第二个的话呢 它这个shading呢 它跑得太远 其实它的效率并不高 那Lumen又想了一个办法 他说 我呢 就是在这个screen space prop 你就去找一些周边的东西了 好吧 但是呢 对于非常远的东西 其实呢 你会发现 它那个方向啊 就设得远之后 它基本上大差不离的 对吧 你每 如果每一个screen space prop 每个ray都跑得那么远 其实你的效率是很低的 但这里面讲一个细节 就是说我们经常讲硬件的hardware retracing 对吧 其实retracing呢 它的性能 不止受这个 你设多少根ray的影响 其实还受什么呢 你的场景复杂度的影响 场景复杂度的影响之外呢 还影响什么 你这个ray到底跑多远 如果你的retracing recasting 你只是非常近的话 它的效率非常的高 但是呢 如果你设得非常远 比如说我一下子投100美元的话 它的效率就会非常的低 那 我们就有一个比较漂亮的想法了 我们呢 在wordspace里面 预先放好一些prop 对吧 这个prop里面呢 我就把那些远的那些 这个lighting 把它cache在那 这样当你的这个screen space prop 我要取一个方向的ray的时候 我就可以找一个沿途的 比较靠近的一个wordspace prop 我把你那个方向的光线给你取出来 这个想法是不是很有意思 那真的是很有意思 因为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的场景啊 不怎么动 你的 你的 这个已经跳到后面去讲了 但是其实这两个真的是有 就你会发现 它确实我没有办法顺序讲清楚 因为如果你的场景 是一个相对静态的场景 光源呢 也基本固定 比如说主要是太阳为主 对吧 你的相机 人会走来走去 那你screen space的这个prop啊 其实一直是不稳定的 每一阵都要去更新 对不对 但是呢 我假设在wordspace里面 预先撒好了一些prop 那个wordspace prop 假设我用clipmap的方法去部署的话 前面已经讲了无数遍了 对吧 我动的时候 我只需要在边缘处 增加几个prop 后面删掉几个prop 这件事情我就搞定了 其实我只要更新一点点的prop 但是的话呢 我就可以获得一个 远处很好的 这个光线的这些采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Lumen就非常聪明 他说 我还要再做一层 wordspace的readings the cache 而且呢 它的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你去解决 比较远的这些光 怎么来 好 那么 这个里面 这是我们图法链钢啊 给大家那个 结下来的一个图 你看这个场景 都是我们自己搭的 图法链钢 然后呢 这就是wordspace的prop 的这个分布 大家看到没有 它一样呢 也是个clipmap 所以呢 它给了一个很神奇的数字 就是48乘3 对吧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是48乘3 但人家就选了这个数字 然后呢 它大概做了四层 对吧 大概clipmap的距离 大概是50米左右 那么它呢 因为是wordspace的prop 因为它可能会被screenspace的兄弟们采用 screenspace大家记得 它的采用角度是多少 在整个球面上也就8乘8 其实球面上8乘8 自己想想 是不是非常的稀疏啊 对吧 那我作为老大哥 我放在外面 是作为你们的参考的 对吧 给你们 是你的最后的救赎者 那我是不是应该 踩的更密一点 这样的话 无论你是上面那个 球面的 这个这个screenspaceprop 还是下面那个prop 你这个方向随便来 我这边的密度都扛得住 都跟得上 对吧 你看 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所以呢 它这个采样呢 就会这个 比较密一点 它会踩到什么呢 32乘32 差不多1000多个人 大家想想 这个screenspace 这个wordspace的prop 它就是比较霸道一点 它第一个 它踩的距离远 第二个呢 它的采样密度是高的 这样的话 我很多时候 screenspaceprop 它不用跑很远 它只要跑到附近的 wordspaceprop 就去借它的光啊 这里面就讲到一个 很有意思的概念了 叫connected rays 我把光怎么接起来 这里面就有点像 老中医接骨头啊 就是那个光 我们把它分成一节节的 也就是说 在screenspaceprop里面呢 我只踩这个ray啊 就往前走那么一丢丢 当我走到这个 临近的wordspaceprop的时候 大哥你在这个方向 也有一根ray 你射出去了吧 那我就不走了 我就接下来问你了 说那边到底有没有东西 如果有东西 那东西有多亮 对吧 这个就有道理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其实它的方法就很简单 就是这里面 有个很有意思的概念 就是说 我在这个screenspace里面 去做ray tracing的时候 我大概只会找 最近的一个wordspace 包围它的这样的一个bonding 对吧 然后呢 我取它的这个对角线长度的两倍 其他我就不走了 哎 这里面有个细节啊 就是 那大家会问 这个screenspaceprop这个ray 走的这个长度呢 是不是个定长呢 哎 其实不是 为什么呢 在近处的screenspaceprop的话呢 它的那个wordspace那个prop呢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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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worksell啊 它其实密度会高一点 所以它那个距离 就是比如说一米乘一米 对吧 你两对角两倍 大概三米左右 但是呢 如果你到了远处一个 它虽然也是在你的screenspace 但是远处的一个房子 那个地方距离你可能五十米 在那个时候 你的这个就是wordspace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worksell啊 它其实已经比较大了 所以那时候这个ray呢 跑的距离就会比较远 哎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这个地方千万不要写死了 它这个是有很深的道理的 那同样的就是 我的wordspace的prop 那个那个ray啊 它采样的时候 它也会skip掉 自己的对角线长的那个距离 就是我没有必要进处的 我不要踩了 因为我认为进处 screenspace prop已经踩完了 对吧 我只给你提供 你踩不到的地方的一个reference 这样的话 我的recasting的 这个起点可以往外推 这样变相呢 也可以缩断我的距离 同时呢 避免我重复采样 你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很有道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当然了会有很多的artifact 这里面讲一个很有意思的artifact 就是说 哎 我毕竟啊 就是我从这个screenspace 设一根ray出去啊 你很难找到 exactly 就是我记冲过 workspace那个点的 那个中心点的 这个 这个 就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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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呢 我又 那个ray呢 我只能沿着 那个同样的方案去找 那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了 这个artifact 这个artifact就很有意思了 就是原作者提供的嘛 就是说 哎 我在screenspace找了一个prop 对吧 然后呢 它在workspace 因为我是跑出去去找的嘛 那workspace的话呢 它很可能会跳过 靠近我的一个阻挡物 我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漏光的问题 对吧 那怎么办呢 哎 这个rendering的 万能的hack大法就来了 我们就让光线弯曲一下嘛 你看 就是说 我们做这个gaming啊 就rendering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就是 我们有的时候呢 其实是不是那么特别care的物理的 完全的正确 光线需要它拐弯的时候 它光线就给我拐弯嘛 它这个想法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说 你求到我的那个 最近的workspace 那个采样的sphere那个边嘛 我可以找到你的焦点 我用那个焦点和你的中心去找一根线 然后呢 我用那根线的连线出去 其实光是转弯了 但是这个转弯的特点就是说 避免了不正确的 这个就是说 visibility的问题 但这个呢 实际上 我个人认为是一个hack了 但没关系 但是 但确实它能解决一部分的漏光的问题 但不是所有的问题 其实这个案例给的不是特别好 其实我本来想改一个这个图 这个案例会看得更清楚一点 好 好 那其实呢 我们的workspace 这样的一个probe呢 放在这了 对吧 那 大家仔细想想 就每一帧 我到底要更新多少 workspace probe呢 这里面就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细节了 这个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实现的点 就是说 其实刚才我讲了这么多的probe 但是在lumen之上 我自己看下来 它的shading 我们看下来shading是什么呢 它还是用screenspace probe 因为 你只有这个screenspace的这些pixel是有用的 因为我去渲染它 对吧 workspace probe只是帮助我去快速的去采集这些帮我这些在 就贴近我物体表面的这些probe 去获取远处的光线 所以呢 那我的workspace probe去采样的时候呢 如果这个这么大的空间是没有东西 而且也没有物体 也不在我的screenspace里面的话 其实那些地方的probe 是不需要采样的 哎 这就很有意思了 所以呢 它这个worksole就是workspace probe 它只有被screenspace probe有差值需求 有什么叫有差值需求呢 就是说 我的那么多screenspace probe里面 它周围的8个workspace probe 它会标记为marked 那只有这些被marked的workspace probe 才有必要进行采样 所以它可以采集的那么高 什么32 432对吧 也可以采的很远 就是因为它不需要那个 刚才讲的是48乘48乘48 再乘4 那么多的probe 每一次都要去更新 那个就是那么多的rate 它其实不需要了 第一个就是 它只有markedworkspace probe 需要被更新 第二件事情呢 哎 刚才也讲到了 就是你不动的时候 如果场景没有变 光没有变 它也不需要更新 你看 它这个地方处理的还是很巧妙的 那么 这两个光接到一起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就起床了 比如像这张图里面 如果你只是用 这个screenspace的这个prop的话 它如果只有2米的话 你看到的结果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呢 如果 你workspace 给它增加一下 你可以看到 这个光看上去 就准确的多了 对吧 你看到这个结果 就看起来更加符合 我们retreating 真正这个想 我们这个就是GI 真正想实现的效果 对吧 OK 好 因为大家一看到 就是在没有这个 这个就是workspace probe的时候 它实际上 这个光其实是很不正确的 是漏了很多东西 因为很多wizbit它不对 但这个时候 它的光就相当于正确一点 这原作者给出来了 那我们就假设它说的都是对的 好 哎呀 我们已经三个小时了 很棒啊 看来我们今天要刷新记录了 Lumen确实 确实是个硬菜 真的是个大硬菜 OK 好 我加油加油 继续 大家讲完 我已经开始讲到有点耳铃了 OK 好 那接下来最后一步呢 其实也是我们第四个face了 我忘了写face4了 你看这个这个这个确实这个写的太仓俗了 那么其实就是说 我要去shading了 我要去把这个屏幕上每一个像素都要给它点亮 那我就用用什么呢 这里面有个细节就是说 我要用screen space probe 所以刚才折腾了那么多东西对吧 它最后呢 它还是在每一个screen space probe里面 把这个光啊给收集好 真的这个真的很折腾 大家看看前面我用match card 生成了那个cache surface对吧 我还做了works lighting 大家还记得那些works lighting的东西吗 已经忘了差不多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 我在进行screen space的这个这个 screen space probe呢 我还要对它进行这个adaptive sampling对吧 然后呢 我发现光采样的距离不够 我还得在workspace再给它加一个probe 把它光给它接上 然后我还要进行filtering 还要进行important sampling 搞来搞去 搞到最后 诶 我最后还是在屏幕空间 生成了无数的密密麻麻的screen space probe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呢 怎么办 哎呀 伟大的Sephyl Homlex又起作用了 因为虽然我做了important sampling 但是呢 实际上 如果对internet lighting 我假设真的用它一个个方向采集来光啊 它那个光啊 还是很不稳定 还是有很多的jittering 那怎么办 哎 我们就把这些光全部投影到sh上面去 其实sh的本质上是什么呢 相当于对我们的整个 这个internet lighting光啊 进行了一个低通滤波 把它变成了一个低频信号 那你啥也不干 你把这个光投影到sh之后 哎 这个proper的光 它就 你用它来做shading的时候 它这个样子看上去就柔和了非常多 那么 那这就是呢 我们最终那个shading的这样的结果 看上去就很漂亮了 对吧 当然大家知道 如果听懂我前面讲的东西 就知道这张图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呢 这张图上面那个proper的采样是uniform的 对不对 我们刚才讲adaptive的下面 还有很多小的那个 就是8乘8的4乘4的东西挂在下面 它没关系 这不重要 这是细节 最后你能看到这么漂亮的一个结果 那么 总体来讲呢 Lumen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其实今天我讲的 讲这么多啊 讲了快三个小时 Lumen本身讲了快两个小时 实际上 它还是有很多细节 我没有展开 因为它真的是个非常工程实战的一个方法 也就是我为什么在前面花了那么多时间去讲那个 就是Lumen的那个那些其他的GI算法 因为它真的是这些GI思想的极大成者 包括我还准备课紧张了 我还把DDGI给卯掉了 本来我还给忘掉了 我还讲一点那个hardware retracing的东西 后来想想算了 来不及了 我们就全部扔到20系列的课程吧 我们这10系列先讲到这儿 那简单回到Lumen本身的话 就是这个Overware 我们去讲一下 就是说实际上呢 它是利用了一个核心思想 就是对于不同的retracing 其实在硬件上 它的成本是不一样的 其实最快最快的就是基于Global SDF 对吧 那其次呢 就是在屏幕空间 我进行linear的step的去插值 那么比它稍微慢一点的 就是Mesh SDF 就是perMesh SDF的插值 那个retracing 但是呢 这里面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说 你这个跨的步骤不要太大 不要一下子involve太多的Mesh进来 如果你太多的Mesh的话 它速度其实是非常慢的 那么 而HZB呢 它其实这个screen space的retracing呢 它稍微比这个linear的step要慢一点 但是呢 它的这个cost要高一点 但是呢 它的准确度其实会更高 它比那个linearstep更高 那么hardwareretracing的准确度 肯定是最高的 但是呢 它的cost就比较大了 对吧 那么就是hardware的 这个基于的surface cache 我也可以进行hardwareretracing 对吧 大家我讲过 就是surface cache 它本质上是imposter 对吧 但是呢 它的成本也很高 这张图也是原作者给出来 就是它 你可以看到它的工 因为它要解决一个非常难的 一个工程问题 就是说 在一个实战的游戏里面 真的把这套GI算法 变成一个real time 而且能处理很多的动态光源 这种复杂的情况 包括刚才我讲的 我个人觉得非常巧妙的 就是那个surface cache的方法 因为 我以前特别难以解决的一些 比如说自发光的物体 怎么去照亮环境这件事情 它好像就自然而然 就把这问题给解决掉了 好 那么其实呢 这里面 这就引入了一个大眉鼎鼎的一个图 就是说 诶 Lumen到底是个什么算法 有人就说 我自己以前也黑他 我说Lumen 它就是几个算法的缝合怪 对吧 那为什么大家会说这句话呢 实际上就受这张图的影响 就是官方给出来的说 诶 我在每一个screen space pro 我到底是怎么获得 它的这个irradiance的 就是它的radiance的 那红色区域就是什么呢 我是用screen space的 吹行的方法获得的 非常快 那么绿色的区域是什么呢 我是用mesh的方法取得的 对吧 blue呢 就是 我用meshsdf 如果蓝色的话呢 它就是在这个 就是说 更远的 我只能用global sdf取得 其实 这个地方讲起来就很糟了 但实际上大家仔细看 如果每一个pixel 它的 这个就是那个 它做那个prop的吹行的方法 是单一的话 我们应该看到什么样的一张图 是不是应该三个颜色的图 但现在我们看到的图是什么呢 是个渐变图 对吧 所以我大胆猜测一下 就是说 对于每一个screenspace prop 我要踩 这个8乘8 64个方向 那么这64个方向里面 有多少个方向 我是用screenspace的这个trace 多少 我用meshdf的trace 多少个方向 我用这个global sdf的trace 其实呢 在这里面是有一个权重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渐变的东西 对吧 那更具体的 详细的去讲 就是说 其实lumen的核心 我觉得有个核心的点 是 怎么快速的做tracing 那么它这里面就讲的 就是说 第一 它首先的话 是用screenspace的trace 我如果呢 它基于highzb去trace 最多50步 如果能trace的到 那很好 我就把这个结果拿过来 对吧 如果screenspace的trace 我拿不到怎么办 我用meshsdftrace 那meshsdftrace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发现 它trace的距离非常近 只有1.8米 对吧 我们是在那个代码中翻去看的 然后呢 就是 而且呢 它只在 就是说 这个位置在我相机的40米之内 我才会用meshsdf 那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返回更详细的数据 就是meshid啊 这个hitboard position啊 normal啊 对吧 我可以直接把它送到我的final lighting 我去sampling它的final lighting 好 我70的position超过了40米怎么办 我就一股脑射20米的ink ray 我走 我用的是什么呢 我只用global sdf 但是呢 global sdf 我能拿过来的东西是什么呢 只有works lighting 所以works lighting 其实非常的重要 对于我们的整个lumen的 这个光场的采集 因为你可以理解成 就是prop 是我采集的结果 但是我采集的源头 下面是我的surface cache 和我的works lighting 下次我有更多的时间准备的时候 我可以把这个图画的更清楚一点啊 否则的话 这些概念是特别特别人混淆的 然后呢 这里面再补充一条 这原作我没有讲的 就是说 如果我的global sdf 这个tracing 对吧 retracing也失败了 怎么办 哎 其实人家还有一招 你就踩到天球上去 天球我们 就是sky skybox上面 你天球反正是无数 无穷远 对不对 我踩来的就是天光 这个hack其实非常有道理的 因为大家想想看 就是说 对真实的场景表达的时候 我对上色的很多problem 天上有蓝天白云云啊 这些东西 可能云还在动啊 那其实它对于我表面的光照 其实影响还是蛮大的 天光其实很多时候是很亮很亮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hack 如果我们在写lumen的时候 把这一趴少写的话 我个人觉得对效果 应该会影响特别大吧 OK 所以这就是一个 整个lumen它的这个tracing的 它整个结果 所以这样的话 大家就能理解 那张图它到底在讲什么 好 那其实这里面呢 我要特别想highlight一下SSGI 对吧 SSGI是这个怎么说的 听上去是一个hack ScreenSpace对吧 但是呢 其实lumen它SGI在lumen中还是蛮重要的 这也是那个官方给的一张图 就是说 如果我只有lumen 我看到的结果是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一个倒影 看着很粗糙对吧 但是对于高频的 对于近处的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SSGI还是蛮重要的 大家自己比较一下这两个都的区别 对吧 所以说呢 我要想 假设有人想 黑lumen说 你下面用的就是SSGI 这个黑的就是既对也错 对吧 错肯定lumen本身很复杂 很丰富 但是呢 lumen确实离了SSGI的一些基础思想的话 确实也很难work 所以我一直认为lumen这个方法很了不起 它是过去这十几年吧 我们对RealTime GI的研究之后 一个极大成者 也是第一个 真正把GI 应该不能叫第一个 其实以前有一个 我记得有个中间叫什么 Enlighten 他也尝试 把Dynamic GI变成RealTime的 但是呢 这个公司好像现在据说是不在了 没关系 大家会前夫后继 那么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 RealTime GI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OK 那么其实lumen呢 它最了不起的地方 我觉得还是在工程上 它真的完成了交付 也就是在PS5的这个硬件平台上 大家知道PS5 它的GPU还是很强 但CPU其实一般吧 GPU其实也跟现在的这个显卡来讲 还是有一些差距 但是它能做到3.74毫秒 就做完了 对吧 而且呢 如果你愿意把这个屏幕的 比如Screen Speed 那个Light Probe Word Speed Light Probe 分辨率再下降 那个4倍 对吧 但你其实你的效率可以更高 就是可以从将近4秒 3.74毫秒 下降到2.15毫秒 刚才讲错了 不是秒是毫秒 秒就完蛋了 秒的就是offline的那个计算了 那么当然了 这里面你去sacrify的 你去损失掉的是什么呢 就是精度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里面的话 是相对比较low resolution的 这样的一个就是 Screen Speed Probe Word Speed Probe 你可以看到这样的 这个结果去看上去 已经非常非常amazing了 真的 但是呢 如果你用它的Full Resolution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更多的 这种光照的细节 所以其实16x16的 这个Pixel的这个选择 我相信 这个作者 自己肯定也做了大量的尝试 也就是8x8肯定试过了 32x32肯定也试过了 这可能是他们最后觉得 是一个大家最能接受的东西 而且这个东西我猜呢 可能和他们在UU5里面 和这个就是Nanet的这种复杂的场景 这个密度去进行了一个配合 他们选择了一个最好的 这样的一个适配 好 哇 我们已经讲到了 哇 我的天啊 讲到了11点了 同志们真的要陪我翻页了吗 好 OK 那这是他Lumen的一些结果了 这边 说实话 这个结果我个人觉得 还是非常的了不起 就是他基本上啊 就是过去一些offline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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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图公司啊 所梦寐以求的一些效果 而今天的话 随着硬件的发展 随着算法的发展 我们几乎可以实时的产生这个结果 这个其实对 整个电影行业 对于过去那些 离线渲染行业的冲击的话 还是 包括动画电影行业吧 我觉得都是一个巨大的影响 有非常非常巨大的影响 对吧 这也就是奠定了未来十年 我们下一代的游戏引擎的 渲染的一个基础标杆 也就是我们认为 GI应该是下一代顶级引擎的标配 就是你只要做下一代引擎的 你的GI必须是real-time的 而且这个呢 我认为Lumen呢 其实只是这一系列 伟大真诚的开始 真的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Lumen 它还是做了大量的妥协 也是基于这代的硬件 未来十年随着硬件的发展的话 real-time GI的话 将会变得更加的成熟 可能会变得更加的简洁 所以我认为Lumen是这个方面的 开山鼻祖 就奠定了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它的创作者的话呢 必然会载入史册 这是我个人作为一个程序员吧 我觉得还是要奉上我的双膝 就是表达这种敬佩 这工作做得非常的了不起 OK好 那最后 今天时间非常的仓促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写总结 那最后呢 想到了用一张图 去表达我的心情 又把我们的祖师爷 Kazija给举出来了 就这张图大家记得 我们在那个Rendering的第一节课 用的这张图 所以说其实啊 我们整个Rendering体系 我们在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子 把Kazija的这个方程 real-time的算出来 其实这里面Lumen只解决了GI嘛 比如像translucency啊 像那个fur啊 像透明物啊 这些东西的渲染 对吧 其实还是很复杂的 所以这其实也是未来我们的 就是游戏引擎的一个真诚 对吧 所以说对于高级的游戏引擎技术 其实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立志 进入游戏引擎行业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做好 就是肯硬骨头的准备 千万不要认为游戏引擎是一个 人人都可以 我这句话说的是不是打自己的脸 我说人手一个自研引擎 那今天我要讲另外一句话了 就是游戏引擎 其实深度非常的深 它真的是计算机科学的最前沿的东西 就是有很多很复杂的技术 所以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有敬畏之心 对于这种前沿的技术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这节课的reference 课程组的小伙伴们 还是花了很多时间 真的这节课 我们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干 真是爆干 就好多次开会 开到晚上11点12点 就大家一个算法 一个算法的check 一个一个 就是因为很怕讲错 虽然我一上来 先挂了个免死金牌 如果讲错了 大家千万不要打我 但是呢 我们在准备的时候 还是态度端正的 就尽量避免讲错 所以我们还是花了很多时间 去研究这些相关的东西 这里面有些东西 我们今天没来的讲 比如像DDGI对吧 其实大家有机会 可以真的去研究一下 这些东西 包括像SDF DDGI 对吧 这些东西 然后呢 CIA的话 有一系列的东西 包括像hardware tracing 有些东西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大家也可以想一想 就是有hardware tracing之后 那Lumen这样的框架 怎么去优化 其实他们 原作者也做了一些 优化 团队还是花了很多时间 去做了很多工作 我要真的再次感谢 我们的课程组的努力 然后呢 我其实是一个工具人 对吧 我负责把这些知识 表达出来 剩下的东西 都是我们课程组小伙们 他们真的在过去的 可以说是一个多月里面 非常的辛苦 因为Lumen的这套体系 非常的复杂 然后在课程的最后阶段呢 我们又提高了要求 就希望能够把 GI的整个体系给讲清楚 所以大家又去展开了 做了很多的研究工作 那我们也争取奉上了这个 我们的拿出来最好的 一个讲GI 讲Lumen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希望同学们能够接受和喜欢 好 那接下来同学们 有什么问题问我们 对 同学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硬件光追发展的这么快 但是Lumen还是做了一整套 GSDF的这个软件光追 对吧 那就是说 在未来的这个引擎里面 软件光追和这个硬件光追 是不是都是必须的 这个问题 实话实说 也是我最近思考的 很多的一个问题 因为Hardware Retreating 其实从NVIDIA 在猛推这个东西 实际上我们都看到它的potential 比如说 我们现在是30系列显卡 马上我们将面对40系列显卡 据说40系列显卡 它的那个Rail Time Retreating的能力 又会加强很多 但是呢 就是我们真的实测下来 那就觉得Hardware Retreating 它本身的这个能力 还是没有达到 就是我们的需求 因为其实我上次我现在讲 我30系列显卡 我们测了一下 大概是10个Billion 就是100亿的retreating per second的一秒 那这个呢 作为这个GIA来讲的话 其实还是不够 尤其是你说一次bounce 两次bounce 对吧 但是呢 其实就是Lumen自己的作者 他们现在也在尝试 就是说 如果你有Hardware Retreating的话 我可不可以用Hardware Retreating 取代掉部分的 比如说基于距离场的 这样的一个retreating 那这个方向呢 我个人觉得 还是非常值得尝试的 但这件事情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蛮挑战 因为Lumen本身是一个 很复杂的系统 它最后能work啊 其实它每个参数 都是很精细的调效过的 包括Lumen 如果大家真的去玩它 你会发现 它还是有很多broken case 就是我们最近 我本来那个来不及了 否则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最近 自己用虚幻5 搭了很多case 我们就看 在这种场景下不work 但是这个绝对不是黑路嘛 恰恰相反 我们很清楚 你做这样的一个 real-time接下算法的话 其实你很多时候 很难做到 就是说面面去到 那反过来再讲 就是说 现在我自己认为 比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就是说 Hardware Retreating 这件事情 到底能走多久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的显卡 它本身已经做得非常大了 功耗已经很高了 对吧 我们已经基本上 Hit到了摩尔定里的 一个边界了 那在未来的 比如说5年或者10年 Hardware Retreating 可能它的性能 会增加一个数量级 那它可能对于Gi 这个问题的话 并没有本质的去改变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在很多场景下 比如在游戏主机 它的硬件换态 速度会比较慢 比如在移动端 对吧 它的硬件换态会更慢 那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去做一个Gi的方案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 Lumen的 距离场的这种 Retreating的话 很可能还是 目前我们找到一个 比较好的 一个Software Retreating的 一个方案 对 这是我目前 我对这个问题 我保持的是一个 Open-minded 就是还是开放的 一个状态 对 这个同学问的问题 也是直进灵魂 他说Lumen的效果 非常的好 但是听完我们的课 就发现 这个系统非常的复杂 那是不是 就是我们要 就是是不是很难维护 对吧 那我们要不要开发 这样一个类似的系统 那这个问题 其实是一个 直进灵魂的一个问题 就是Lumen 是一个非常非常 复杂的一个系统 所以我觉得呢 大家确实可以 认真思考一下 对于你自己的Case 对吧 你是不是实现 它的部分的算法 实现它部分的效果 比如说我在B站上 看到很多小伙伴 会发一个视频说 我自己实现了Lumen的效果 对吧 然后做得很漂亮 这确实是就是说 如果你不要达到 那么高的工程级的需求的话呢 你可以取它部分的算法 也能产生非常好的效果 但是你把它全道的算法 全部实现一边的话 这个对你的编程功底 数学功底 包括系统功底 要求确实是挺高的 而且呢 刚才同学问的那个问题 提到那个点就是说 它是不是好维护 我个人觉得 也是Lumen接下来面临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做游戏的时候 就知道游戏引擎 它所面临的场景 是极度复杂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 刚才我随便提了一个东西 比如对地形Tray 你没有办法生成Mesh Card 对吧 你没有办法生成Mesh Card 你就不能够直接把它放到 那个Surface Cache里面去 那这个时候 它怎么去进行这个采样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比如说像中间 我刚才讲的 有些气体 participated media 对吧 就是中间有一堂雾出来了 对不对 那它的Lumen 它的光照怎么去处理 那还有呢 对于就是比如说 非常动得非常快的场景 这里面很多东西都在动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因为它动的速度非常快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 像Sonic这样的游戏 对吧 大家跑得非常的快 那Lumen 那么能够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个人觉得 都会是一个实战化的Lumen系统的 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也非常期待能看到 基于U5的 有Lumen全态效果的 这样游戏出来 这里面的话呢 也能对这些问题 给我们提供一些参考 我的预测就是说 今年明年吧 GTC上 应该有一系列的实战的游戏产品的文章 会讲到就是说 在自己的产品中 我用Lumen这个技术 我需要做哪些调整和优化 才能实现一个真正的 Shipboard这样的Gi的效果 就是Shipboard就是什么呢 可以发售了的一个Gi效果 因为今天Lumen的Demo To be honest 它还是个技术Demo 它还没有变成一个商业级的产品 第三个问题就是 很有意思 他问我说 实时动态Gi 会不会成为下一代 这个三叶游戏的标配 那我个人的观点是 Yes 是的 因为人也就是这样的 你一旦被training好了 一旦习惯了那个东西的时候 你是非常不习惯 那个东西是没有的 那么就是Gi这个东西呢 它On and Off 其实直接就定义了 你是一个就是 就是像古老的这种 塑料化的这种渲染的感觉 和一个你感觉 很实景化的感觉 就像刚才我展示了 那个几个 就是那个室内纺织的 那个效果嘛 那个效果的话呢 如果再去调一下 它已经非常逼近于 你用相机拍出来的效果 那么一旦人接受了说 哦游戏就应该是这样的话 那大家其实可能很难接受 这个东西没有的情况 包括我也看到 有些人很有意思 就是用Gi的效果 再加上那个就是NPR 就是什么呢 就是卡通化的渲染 它也能产生一个 以前的那个 卡通化渲染 不能产生的效果 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虽然它非常的难 非常的复杂 但是的话呢 可能 未来五到十年 游戏的主流 可能就是这个方向 因为硬件的算力啊 也会逐渐的增加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 也会给我们提供 更大的空间 所以 其实说实话 我并不认为 Lumen今天 算彻底完全解决了 Gi的问题 但是呢 它确实是在整个 游戏Gi的这个历史上 迈出了 我觉得是关键性的 里程碑性的一步 好的 那今天的话 哇 将近三个多小时 我们又刷新的新的记录 怎么样 同学们对我们这一节课的内容 还满意不满意 那我希望我们的肝 对吧 中秋节都没有休息 我今天是我压力最大的准备 今天下午都快已经爆掉了 你知道吗 我准备课的时候 其实非常暴躁的 因为每个细节我都会抠 那anyway 就是说 希望同学们还满意我们的这个结果 然后呢 最后再跟大家预告一下 我们明天会有我们的50万播放的彩蛋出来 也跟大家轻松一下 换个脑子 另外一个的话呢 下节课 两周之后 我们跟大家讲Nanet 那又是一场硬仗 真的是一场硬仗 希望同学们 哎呀 我得吃点补品了 然后那个 然后呢 我们104的课程就第一part 就算全部结束了 希望同学们也会喜欢我们这个课程 然后后面的话呢 我们有更多的精力 可以跟在Picolo上 包括在更多的一些内容专题上 给大家提供我们的帮助 也很希望就是 怎么说呢 能够把我们中国所有热爱引擎开发的同学聚集起来 我们一起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好 谢谢大家 好 我们下两周后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